HELLO HOMIES 我們現在收聽的是克萊美特宅報導 讓你宅著就知道國際氣候能源大小事 HELLO各位HOMIES,好久不見 歡迎各位再次收聽我們的克萊美特宅報導 本週要來告訴大家 德國聯邦氣候變遷法到底重點有什麼呢? 首先相信各位HOMIES 對於德國氣候行動法應該都有一些印象 因為小編講過一百多次了吧 我想小編報導這則新聞重包 2018年不知道哪時候就開始追這則新聞 而終於在2019年11月15日 由德國聯邦議會通過了氣候內閣版的草案版本 目前已經叫參議院進行審查 德國氣候變遷法的主要立法目的 在於他們說到了要履行德國於自身 歐盟以及國際下的減量責任 並追求於2050年前達到淨零排放的目標 其中所謂的追求並不是絕對的減量目標 而是說我努力達到這樣的目標 但是在2030年的減量目標 卻是一個具體明定的數字 也就是要減量1990年標準的55% 在這樣2030年的減量目標下 德國政府也推出了各個部門的年度可得排放總量 也就是每個部門 從2021年到2030年間 每一年可以排放的溫室氣體總量 分別是多少都有一個上限 那在2021年到2030年 是由氣候內閣已經提出來 在本法中已經可以看到了 而在2031年到2040年 將由聯邦政府在2025年前提交法案到國會 如果國會在會期的六週內沒有正式的議決的話 就視為通過這樣的規範 2030年的減量目標下 規範了六個大部門 要一起共同達到這樣的2030年減量目標 也就是透過每個年度可得排放的總量 規範管理了能源部門、產業部門、運輸部門等等 而這幾個部門的主管機關 他們必須要確保這些年度減量目標的達成之外 也必須要具體的提出可以執行的減量措施 而如果達不到的時候 德國就必須要購買其他歐盟成員國的探權 但是會衝擊各個沒有達成的部門下面聯邦的年度預算 至於年度可得排放總量的管考機制 分別有幾個機制 首先是由德國聯邦環境自然保育及核能安全部 在每年的3月15號之前 必須針對各個部門要提出一些排放清澈的資料 也就是各個部門前年度的排放情況 以及該年度減量目標執行狀況 對於次年度目標的影響等等 要提供這些資料給各氣候變遷專家委員會審查 氣候變遷專家委員會 必須在一個月內將評估報告提交給聯邦政府 以及國會 進行最後的審查 而在每年的6月30號 德國的聯邦政府也必須提出年度氣候行動報告 這個報告會說明各個部門的減量行動 減量行動方案等等的執行狀況 以及對於未來減量效果的預測等等 而如果說在3月15號 由德國的環境氣候保育 及核能安全部所提供的這些排放清澈資料 氣候變遷專家委員會認為說 這個減量的情況不足以達到 這個年度減量的目標的時候 在提交這個年度報告的時候 各個主管機關就必須要進一步的 提出的緊急配套 這個緊急配套呢 也就是在氣候變遷專家委員會 提出評估報告後的三個月內 必須要提出 由各個有責部門主管機關先提出緊急方案 要確保不足的減量等於後年的年度中補足 而這個緊急方案呢 必須透過聯邦政府 以及氣候變遷專家委員會 他必須要驗證各個緊急方案的減量效果之後 再交由驗證之後的資料交給聯邦政府 然後儘速的完成核定 並且依法可以考量 是不是要調整各個年度減量目標等等 雖然說呢 德國的聯邦氣候變遷法 有規定了各個年度可得排放的總量和規範 有目標 而且有監管機制 也有具體的執行方式 但是如果真的達不到 人民能不能因此而將達不到的訴求 訴訟於法院得到司法上的救濟呢 答案是不行的 因為在本法中呢 有明確的規定 年度可得排放總量的規範 人民不因此而主張權利 或有司法救濟的可 德國聯邦氣候變遷法下面呢 也跟英國的氣候變遷法典範一樣 依法創設了氣候變遷專家委員會 這個氣候變遷專家委員會 是由五個跨爾領域的專家 五年一個任期 並且可續任一期的方式所組成 它的組成呢也必須相當重視 哪裡的比例 而預算來源呢 是比較特別的 跟英國不一樣 它是必須要有一個獨立的聯邦預算 而它職權的範圍呢 第一個它可以審查德國 長期的氣候行動計劃 也可以審查像是2030年氣候行動方案 比較短期中長期的這種氣候行動方案 也可以審查就是如果當各個年度減量的目標 達不到的時候呢 各個部門要提供緊急方案的審查 以及年度可得排放總量異動時 以及各個部門年度排放形狀的驗證 等等的諮詢的意見 但是呢針對了像是說 各個年度排放的目標 是不是可以有任何諮詢的角色呢 目前是沒有看到的 比英國的氣候變遷專家委員會 職權範圍還要小 德國聯邦氣候變遷法 另外一個重點是 公部門的氣候行動典範 它要求德國的公部門 立下了2030碳中和的目標 從2023年起每個五年呢 必須要提出具體的執行方案 而相關的具體的內容 包含了說 投資啊採購等等的相關規劃 選擇的時候呢 必須要考量2030年的碳中和的減量目標 而促使以下個機構呢 都能邁向碳中和 包含了德國的公部門所屬 或部分所屬的 投資的相關的公司或法人 以及它可以監管的 相關的法人機構等等 還有公基金的部分 都必須在質詢公權力的時候 要考量2030年碳中和的減量目標 以上就是德國氣候變遷法的 簡單介紹內容 如果說大家對於其他法案 或者其他國家的氣候法治等等 有興趣 或者對於德國的廢美法 有興趣的話 也都可以歡迎大家提出來 在下面留言分享 告訴我你最想知道什麼 掰掰 以上就是本週的克萊美特宅報導 掰 掰掰 再見 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